哈囉各位親愛的 今天是早上7點33分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Magic Kingdom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Animal Kingdom 我們今天的計畫是不滿快速通往 直接入園開始百米衝刺 衝到阿凡達的地方 快快快快快 快跑快跑快跑 媽的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太可怕了 阿凡達玩不到了 一分鐘之內跑到的話 會有機會超過300個人 你看阿凡達的樹 好酷喔 但我現在沒空看它 快快快 阿凡達的 阿凡達的樹 沒空看它 我要趕快走 現在要先去玩阿凡達 快快跑 快到了 有點落單 好嗎 好了 它這還有一個End of Light 這包是什麼 這包是什麼 韓真 我們跑到了 但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人 感覺前面已經有超多人 阿凡達的家 阿凡達就住在這 我們來侵略它 喔 阿凡達園區應該是 這四個園區裡面我最想來 阿凡達真的太好看了 看完第二集我直接 夏威爾的機票就訂它去 太想趁水 你看這些人 幾乎全部都是住在 迪士尼 迪士尼它這邊有合作的飯店 它有自己開的 自己開的迪士尼 迪士尼 還有一些合作 像是 Hillton 或者是Maria 這種大型的酒店 它都有合作 就是你住在這裡 可以提早入園 那花多一點錢 住在那 就可以提早半個小時入園 但感覺好像 提早了也沒什麼用 人還是很多 所以迪士尼最厲害的 還是它這種造景 就是來迪士尼 其實它沒有什麼 很刺激的遊樂設施 昨天我們去Hollywood 市場的時候 沒有一個遊樂設施 是需要你把寶寶 放出車外 就是它包包全部都是讓你留在車上 如此可見 迪士尼沒有一個 遊樂設施是 讓你有那種 快要被甩出去的感覺 但 它還是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為 它的布景都做得很用心 像是有一些 小屁海灣的那種 米其列車 但 大人去玩 其實 體驗它的那個 聲光效果還是不錯 現在 現在時間是8點36分 就是一般正常開園 已經過了6分鐘 但是阿凡達現在 排隊時間是65分鐘 而且 大家第一站就是跑來這裡 看阿凡達排隊的地方 甚至還有廁所 怕你排三個小時尿出來 迪士尼它最熱門的項目 它的排隊的地方都做得很棒 就是連你排隊都不會覺得很無聊 你看前面這個 在排隊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它的研究室 還有 一開始我們走進來的那個地方 它的 家鄉這樣子 看來排隊排得很快 我們大概排了 二十分鐘吧 二十分鐘就進來了 現在已經快要輪到我們玩了 嗨 嗨 歡迎來到Avatar program 快樂 你會有機會 在排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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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要變成阿凡達了 這是我也是第一個 叫你把東西放出 放出 車子 希望它會很刺激 喔 搭完阿凡達了 早在亞 欸 走哪 好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 在 帶你在阿凡達的世界 潘獨拉星球 飛來飛去 然後它還會噴 噴一點水 好像還有味道 它有一種草味海味之類的 四香味俱全 不錯 直回飄價 來玩玩 這個其實基本上 就可以回家了 沒有這麼說 做的真是太漂亮了 好 都不用去優勝美地了 來迪士尼就可以了 迪士尼看就很漂亮了 好 來玩我們的第二個Rights 這個應該是搭著小船 看阿凡達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去看一下 它現在的 是40分鐘 所以就是我們的吃早餐時間 經過了一場激烈的賽跑 現在非常的餓 經過迪士尼統計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排隊的時間 吃飯的話 一天可以多玩三個Rights 時間管理大事 我們現在已經玩完阿凡達去了 兩個Rights已經做完了 下午有空的話 可以再回去逛一逛 現在我們要去Discover them 玩蟲蟲危機 今天一整天 一整天計畫 目前都在掌控之中 今天這個路線規劃 都在我的腦海裡 輕輕鬆鬆 可憐的小動物還有袋鼠們 我們剛剛從路口跑過來的時候 完全沒有看他們一眼 就直接跑去看阿凡達 有十億獸了 有看過十億獸嗎? 木家動物園有十億獸嗎? 就算有了 沒看到他在這邊走來走去的 直回飄家 不過也是迪士尼 什麼都有 不見了 隱身鼠 我感覺這裡 整個環境 比Hollywood Studio好舒服一點 這裡感覺有點像動物園 花花醜醜 Hollywood Studio 就不知道是三角 亂七八糟的 我們盤這個蟲蟲危機 It's tough to be a bug 路線非常的順暢 一個人都沒有 其實不是Animal Kingdom沒人 只是因為我們領先群雄 走在 時代的尖端 現在全部的人都還在阿凡達那裡 但是我們已經把阿凡達幹掉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下一關卡 他們還在那邊卡關 還在那邊拍兩個小時 我只能說 下次再加油 蟲蟲危機感覺不錯 但是跟他的故事沒什麼關聯 但是就是介紹幾隻蟲 然後有一些味道還有噴一些水 特別噁心 建議坐後面一點 坐在前面看脖子快斷掉了 有一隻怪鳥 還會叫 好 OK 現在在我身後的是一隻藍機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卡通的 我是沒看過 不重要 下一站 我們到了 Dinosaur Dinosaur是迪士尼一部 我看過很多的卡通 我記得小時候 我表弟超愛看 然後我們就跟他 我們就跟他看了很多遍 然後我表弟有個經典名言叫做 艾莉達不怕痛 艾莉達是他的主角 然後我們就跑去什麼 公園的那種 那個健康步道 然後他就在那邊跑 然後說艾莉達不怕痛 然後都沒有人知道到底什麼是 艾莉達不怕痛 我猜應該是他在電影裡面 可能被那個 其他恐龍攻擊什麼的 然後他就感覺好像很猛 都一直跑一直跑 不管的感覺 所以我都一直記得他的主角叫做艾莉達 看完恐龍 艾莉達只出現在最後一秒鐘 其他時間都不知道在幹嘛 不是嗎 亂七八糟的 這是烏漆馬黑亂七八糟 有艾莉達最後出現 怎麼是找到他了 然後趕快帶他走 然後最後才是那個 最後才是那個不知道什麼 帶人來迪士尼就是來體驗他們那種感覺 還有那種懷念童年的感覺 但我覺得恐龍這個沒有做的特別 特別讓你回憶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可以去看Finding Nemo 剛剛看完Finding Nemo第二集 Finding Nemo第二集叫什麼 Finding Dory 然後還去了他的水族館 去Montory水族館的票要去淘寶買啊 淘寶有不錯的折扣 折多少我就不知道 看完了Finding Nemo 中間差點睡著 但是還蠻好看的 也沒有蠻好看的 就是講他第一集的故事 但是他們唱歌都是對嘴唱 就是對著音樂唱 他們都不是真的自己在唱的 我們現在在Aesia 看後面的房子 看起來像是在西藏的 西藏尼泊羅那一塊 看起來挺酷的 今天沒有買Gini Plus的小孩派對 今天我們是窮人隊伍 主要是因為Animal Kingdom好像Rights也沒有很多 所以就算每個都排一下也不會太久 而且迪士尼排隊的地方其實都還做得挺好的 就是有一些造景可以看一下 像是這裡有個廟不知道什麼廟 山上有個廟 中國 你的家居 如果你的家居 我們剛剛玩完這裡 Animal Kingdom唯一一個東西可能會飛出去的遊樂設施 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 Expedation Everest 這裡可能是迪士尼 Animal Kingdom裡面最刺激的 所以如果建議要來 要去Universal和迪士尼 真的要先來迪士尼 如果要先去迪士尼 在迪士尼 在迪士尼會玩到四一種 在迪士尼會玩到四一種 沒有超過嗎 有超過嗎 有超過嗎 有超過 有超過 要玩水了 涼快涼快 OK 我要玩水 鞋子 鞋子也吃了 他從頭到尾就只噴一次 然後其他時間都是在那邊飄飄飄 我覺得其實 比其其他遊樂園的人 還是差蠻多的 而且他也沒什麼迪士尼的特色 反正就是讓你濕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了 Jungle Trip 可以看到很多小動物 你看這邊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塊大石頭 好 看完了 你歡迎使用你的器材 使用平衡器 但它不能夠透露 剛剛被工作的人說 我的這個 Gopro的桿子不能伸出來 我管你 幹嘛這麼短一個 這個才這麼短 才這麼短 為什麼不能伸 我還會打到誰了嗎 這裡有個蜥蜴 他現在正在做這個 健身房的動作 不知道叫什麼 類似仰臥起做練腹肌 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迪士尼很有錢的 它們什麼都能做出來 牛是最容易分辨品種的一種動物 什麼顏色的牛就是什麼牛 這個黑黑的就是黑牛 你看 那邊還有一個雞 兩隻白雞 這邊有一個 我們來到了鳥園 來到鳥園的時候 鳥園應該算是迪士尼最危險的地方 隨時都有鳥屎掉下來 建議來的時候要戴個帽子 不要的帽子 好 我們迅速通過 我們剛剛走完這個Jungle Trick 如果你是時間很多的人可以來走一走 或是帶小孩 一般人建議就不要來了 太智障了 哈哈 現在時間是十二點四十 剛剛八點多進來 到現在幾乎所有的Rides都玩完了 所以Animal Kingdom 基本上真的是要半天的可以玩 然後我們現在沒試做 所以來到了Africa 即將要去看小動物列車 河馬拉 哇 長頸鹿 長頸鹿美羽 喔 大象 大象 喔 白雞 喔 野豬 我不要再看他 你會不會在這裏 你會不會在這裏 我會在這裏 你會不會在這裏 那我會在這裏 野豬 我們連無聊的Safari列車 看小動物列車都坐完 一樣 去今天最重要的最後一站 Lanking Lanking的結束 這一天 Lanking Lanking Chow we each other Chow we each other 櫻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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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king真不錯喔 兩天唯一一個沒有睡著的秀 他是唱現場也唱得蠻好的 不像其他的都是對嘴唱 對音樂唱 跳舞馬戲團 還有現場唱歌 我覺得是今天Animal Kingdom裡面最好的一個活動 現在是下午3點40 我們終於可以吃午餐了 今天來到這個餐廳叫 叫什麼我忘了 今天來的這個餐廳叫做Tasker House 它是一個Buffet 會有很多迪士尼裡面的人物 會有這四個人 帶超你吃飯 帶超你拍照 他會在那邊打擾別人吃飯 你要對他很有禮貌的問他說 可不可以拍照 我剛才知道這個Buffet一個人要59塊 59塊在台灣可以吃一個禮拜 但是它東西真的蠻好吃的 我吃吃看這個豬肉 鮮嫩多汁 太美味了 飛一點鹹之類 看這四個動物很可憐 他們還要跑去窗戶去拉殼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收到動物保護法的保護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的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的 耶 小孩的時候他們就工作的跟賣力 現在這種餐廳 很多美國人 美國長大的人可能就會覺得要給他們多點消費 但我們優良的華人 華人傳統 華人協同 都給 這種服務就是包在餐裡面的 一個人要60塊 你還要給什麼小費 小費就 有給就好了 最多就是tip兩刀 兩刀不能再多 看這個帳單 兩個人125塊 冬季其實蠻好吃的 就是 其實是可以來吃一下的 其實就算是有帶小朋友的話 小朋友應該也會跟他們玩得蠻開心的 雖然我小時候好像也沒特別喜歡這四個角色 我跟唐老楊他老婆叫什麼 我都不知道 好 記錄這一刻 今天是我給小費 這輩子給的最慷慨的一次 18% 21塊 覺得今天做了一個善事的感覺 謝謝 吃飽了 原本要直接跑回家了 我突然想到 還沒去納梅克星的大樹下拜拜 佛羅里達的 每個水裡幾乎都會有鱷魚 如果你沒看到的話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你沒有仔細看 但是迪士尼的話 這裡 還真的不知道有沒有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 應該是躲起來 我們走到了 納梅克星的大樹 孫悟空就是在這裡打敗佛利沙 他媽的 原來這棵樹根本不是阿凡達樹 走來走去看起來根本就 一點也不像 原來他只是一個 like tree of life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means 那就是 生命之樹阿 就是一棵樹 蛇子王裡面不是有一棵樹嗎 蛇子王裡面還有一棵樹 蛇子王裡面有很多樹 蛇子王裡面有很多樹 蛇子王裡面不是那個猴子 牠在那個樹上印的那個 蛇巴的樣子 那個只是一個普通的樹 還是它是蟲蟲維基的那個樹 蟲蟲維基的樹應該是一個小樹 那個螞蟻那麼小 anyway 它就是一個樹 大樹還是假樹 總結一下 Alan Walkingdon 真的不需要買Genie Plaza 那你很有錢錢不知道花哪裡 那你可以買一下 享受一下完全不用排隊的感覺 就算其實你排一般隊伍 排一般隊伍也不會排太久 可能因為現在是淡季吧 5月9月是淡季 那你說是去排那個 我們今天排那個最難排的阿凡達 我們也才排了 加上玩的時間總共50分鐘 他玩差不多就20分鐘 所以排也差不多排了30分鐘 正是他排隊的地方造景也都很好看 所以其實沒什麼排隊的感覺 一下就到了 那我覺得 最值得玩的還是只有阿凡達那個 可以玩玩阿凡達 看完獅子王可以走 現在5點40 大家都回家了 沒有人要等7點的燈光秀 太可憐了 不過Animal Kingdom真的沒辦法 從開源玩到7點 真的太難了 沒有什麼Right 只是我想再去多玩兩次了 不如就直接放棄回家吧 直接放棄回家吧